高雄市府内气氛紧绷 所有人员张大耳朵 就怕漏听任何交代任务 年假还没结束 但是对在高雄市府上班的公务人员来说 这个年可能根本没有放过假 因为除了确诊人数 持续增加 之前因为自主期间还啪啪走的爸爸 离开防疫旅馆后确诊 本来一度怀疑感染源 会不会是防疫计程车或旅馆 后来发现跟这个爸爸 同楼层的另外三名住客都相继确诊 这才让卫生局确认 这是防疫旅馆内的群聚感染 但没有想到才刚刚清空这家 现在又传出有另外一家旅馆也可能沦陷 业者低调承认 因为又有确诊者 所以卫生局连夜清空 详细状况还要等下午的疫情记者会说明 但是同辖区内一共有78家旅馆 都已经统一内部加强消毒 就是要在最短时间之内 避免旅馆内染疫 变成另外一场疫情浩劫 记者容浩北高雄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